私人密室 机关重重 旁门左道穿墙而入 差点晕过去了 差点昏过去了 真的 巨额藏品不翼而飞 盗贼猖獗 难觅踪迹 有一个关键人物你们肯定是想不到的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密室大道会是谁 2017年10月2号上午 浙江省台州市先居县的吴先生 外出多日回到家中 由于他酷爱收藏 进门第一件事就直奔密室 欣赏自己的宝贝 然而打开密室的一刹那 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呆了 插电了 云雾起来 吴先生看到密室北边的墙壁被人打了一个洞 屋内的收藏品被洗劫一空 随后 他向当地警方报了案 当时报案价值有两千多万 接警后 当地警方立即成立抓案组展开调查 首先调取了吴家密室内的监控 监控显示 2017年9月24 25 26日 连续三天夜里 都有一个脸上蒙着丝袜 身穿迷彩服的窃贼 从墙洞钻入密室 盗窃屋内的收藏品 从吴先生统计的丢失物品数量分析 之前应该还有多次偷窃 可惜监控只保存了七天的影像 吴家住的是一栋临街的连排别墅 密室位于三楼 外面是客厅 为了确保密室安全 里面不仅安装了先进的防盗装置 而且在密室和客厅之间 还有一道机关案门 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密室它打动的那个位置 刚刚好打到那个密室里 然后这个感觉就是平地有熟人 或者有其他人夹杂在其中做案 虽然警方判断是熟人作案 但是由于吴先生平时做生意 接触人比较多 一时间他也很难想出身边有谁可疑 这个监控收藏人之前就看过 就看过 他不认识 走访中警方发现 吴家北侧的房子无人居住 目前尚处于待租状态 与他相连的是一家快捷酒店 酒店楼顶有个平台 与连排别墅是相通的 随后警方查阅了案发时段 这家酒店的监控 很快就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到四晚上我当时我看到两个人 一前一后 各自背着一个包 背包像我们书包一样 那个大书包一样的 头上戴着那个鸭子帽 没于酒店外的监控探头 还记录了两人离开时的影像 当时这两个嫌疑人 从酒店出来之后了 绕了一大圈 从一大圈绕回来之后 我发现他们上了一辆 黑色的轿车 按照我们正常人的话 下半夜出去的话 应该是肯定马上就上车走了 或者怎么样的 所以当时他们 绕一大圈到车上 我们就感觉这两个人很可疑 接下来警方以车找人 又有了新的突破 我们就通过那个卡口抓拍 很快就获取了那个 当天晚上车里面的人员照片 幸运的是另外那个 副驾驶的人员 朱某 之前还被我处理过 认出一个就好办 接下来顺藤摸瓜 警方陆续逮捕了这个盗窃团伙的 五名犯罪嫌疑人 经过审讯 他们还都是本地人 还都有多次前科记录 服刑时间平均十多年 他们当中呢 有的人就是在监狱里边相识的 彼此都很熟悉 可是他们对于当事人的家庭状况 还真是不了解 有的人连吴先生是谁都不知道 那他们怎么会选择 吴先生家下手呢 经审讯 警方了解到 原来这个盗窃团伙里 还有个神秘的幕后策划人 据那个朱某交代了 那个幕后人很狡猾 他说基本上都是 跟那个朱某当性联系的 透镜主犯朱某供述 这个幕后策划人 就是当事人吴先生的好友 朱某跳 然而被警方逮捕后 朱某跳却始终否认 自己参与盗窃 不仅如此 就连当事人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据吴先生说 由于朱某跳和他妻子是同乡 因此两家关系一直不错 几年前 朱某跳生意遇到困难 吴先生把自己150万元的设备 以8万元的低价卖给了他 才帮朱某跳度过难关 就是自己赚钱了 朋友去赚钱也好 所以给他了 你把这个人把金领还不错 人不错 他对你怎么样 也不错 然而时至今日 朱某跳也没把那笔货款 付给吴先生 朱某跳虽然一直没还钱 但是吴先生并不计较 依旧将其当作朋友 还带他到自己的密室参观过 有时就是外地来的朋友 来这里玩 就是带他证据密室看一看 由于朱某跳懂些收藏 参观室吴先生 还专门给他介绍了一番 我以前在缅甸待过四年 说缅甸那个海车运航 他说他们家的意思也很多 第二次我跟他加过 我是出个牌子 八十万块钱跟他说过的 所以他对里面密室的整个布局 包括里面放什么东西 放了多少职切的东西 都是清清楚楚的 据说当时密室里 还有两尊大金佛 给朱某跳留下了深刻印象 吴先生怎么也想不到 朱某跳参观完密室就起了胆心 不久他便找到周某协商 由他提供吴家的信息 周某负责盗窃 二人合作将那些宝贝偷出来 朱某跳参观完密室 意思就是说黄金佛像怪他们 然后这些律师给他 然后他刺成之后再给他们一辆车 周某说 因为之前多次服刑 年近50岁的他才结婚生子 过上安稳日子 因此他本不想再去盗窃了 然而内心禁不住诱惑 还是同意了 周某同意之后 朱某跳立即给了他一张电话卡 以便两人单线联系 2017年8月 吴先生一离开家 朱某跳立即打电话通知周某 时机一到 周某立即行动 在一天夜里 独自从窗户潜入了吴家 然而他都摸到密室案门了 却还是没进去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但是作为盗窃老手 这周某不甘心 他立刻转变了思路 既然我打不开密室的门 我干脆把那个密室的墙 我凿个洞 我爬进去 因为之前踩点啊 他了解到 吴家隔壁没人住 所以他觉得下手不难 也就是工程大了点 那靠他一个人 肯定不行 还得找俩帮手 2017年9月初 周某三人准备好 早抢工具 开始行动了 为确保万无一失 有关行动的具体细节 周某并没有告知 朱某跳 按照周某的行动计划 事先他们在附近的快捷酒店 开了一间房 这个房子 问题他就是为我按钢 从这里往看 这个倡讨 倡讨的事情就是四块钱一家 这个是必经之路 只要有人能进到后面 全部一清二楚 接下来 每天凌晨一点左右 周某会带一个人进入酒店 先乘电梯到三楼 然后走楼梯上顶楼 再从平台爬进吴家隔壁的空房子 从这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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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下去 这里有一个小门 有一个小门 有一个铁门 然后他就是 一些人把铁门给撬开 然后从这里进入到下面的商场 隔壁就是受害人家 二人爬进空房子后 先躲在里面休息 因为你一两点钟 比较安静的 你的打动可能声音比较小 这个打动的主要集中在白天 然后就是用那个 螺丝刀 还有那个电转 小的那个小型的那个电转 充电转了 就是转那个墙 据说他们最初用了很长时间 都没打通吴家密室的墙壁 那个提供线子的脸色都不一样 他如果卡打过去里面就 就可以了 他还没打过去里面 还有伤口感 还有那个玻璃的镜子 在里面 我们就没够 九家二人近乎绝望时 周某想到了一个人 阴谋 英某入伙后 仅用五天时间就把墙洞打通了 可是他们还是进不去 关键时刻身材瘦小的王某出现了 王某之前也是因为犯罪 判了无期徒刑 出来也是不久的 然后这个人瘦瘦小小的 王某虽然瘦小 但是钻进洞里十分困难 过程中后背都刮伤了 血迹其实就是在一个缝隙里面 很小很小一点点缝隙 王某断了之后 王某的DNA一比对 这个就是王某的 王某爬进密室 立即就去寻找那两尊大金佛 结果却没找到 后来王某偷出了一大堆玉器和瓷器就离开了 然而周某找不到金佛岂能就此罢手 于是他又多次爬进密室里去寻找 据监控显示 洞口虽然被王某昌大了一点 但是周某爬进去却仍十分吃力 为了金佛他也是拼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其实那两尊所谓的大金佛 早就被吴先生送人了 他以为是金子做的 实际上那个是装饰品 都是镀金的装饰品 由于找不到金佛 周某顺手又偷了些贵重物品 其中就包括一块名贵手表 周某当时在密室里面 脱了一个手表 其他的几个都不知道的 都不知道的 后来周某自己把这个手表 卖给了其中的一个同伙 也就是卖给了英某 就这样 直到2017年9月底 朱某跳电话通知周某 吴先生马上就要回来了 周某才彻底收手 之后为了尽快把这批脏物卖出去 周某与朱某跳四处寻驾 结果还没来得及找到买主 他们就被警方逮捕归案了 你真的以为想不到他到我家偷东西 他怎么去偷怎么去拿 我是真的是一无数字 是以至此朱某跳还想抵赖 但是警方早已掌握了他犯罪的证据 最终警方根据朱某跳这辆车的行车轨迹 在他亲戚家里搜出了部分赃物 从北海人家里偷出来的预期啊 还有液台之类的收藏品啊 采放在他我们新居朱七镇的 他一个亲戚家里 对此朱某跳又作何解释呢 我不是帮他介绍了一个朋友嘛 叫他去那里卖嘛 后面买卖掉啊 买卖掉嘛 他后面说先放我这里 先放我这里 说那就放放放就放嘛 就这样子 他跟你明确说了吗 是他偷来的 是的 他说是偷来的 当时你朋友的东西被他偷了 你没有任何反应 我有啊 我本来是下瓦松 不去跟他家的 你是要准备跟他家的吗 是 我是下瓦松出去了 因为下午就把我抓来了 朱某因为是跟那个 周某单线联系的 嗯 单线联系 他会觉得说 周某就算你把我供出来 你们公安机关又能将我怎么样 单线什么单线联系 你有没有跟他单线联系过呢 没有 没有 那个电话卡跟你没什么关系 电话卡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没有电话 此刻朱某跳并不知道 他与周某单线联系时 所使用的电话卡 早已被警方找到 经调查 这张电话卡还是朱某跳 特意托朋友办理的 他说他以前不是欠人家钱吗 就是原来做工程的时候嘛 就是说他被黑护了 他说让我能给他弄一张卡 办一张 那我也想一想嘛 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 我就给人家办了一张 这个手机卡就在周某身上用 然后发现这个手机卡里面 其实有很多就是说 朱某跳跟那个周某联系的 一个图画记录 这个不知道怎么讲 目前警方已追回大批被盗物品 相关涉案人员 已被移送检查机关起诉 等一下 不是有句话叫知恩图报吗 可你看这个朱某跳 不仅没报 还建材起义 跟窃贼联手 挖墙打洞 偷恩人家的财物 这么建立妄议的小人 当然法律会严惩他 至于周某这些人啊 服刑都服了十多年了 仍然招之即来 脑子里没有一点法律界限 可见改造的还不够 再次锒铛入狱 也是必然 当事人吴先生呢 经此一劫 也该吸取点教训 交友需谨慎哪 知人知面不知心 财富不外露啊 有钱有物 要无助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收到钱款后 女友为何音讯全无 我怎么给她发信息 怎么打电话找她 都联系不到 女友迟迟不肯露面 究竟有何隐情 看似平常的交友 背后隐藏了哪些阴谋 从聊天那种 基本是看不出 快破绽 未曾谋面的女友 到底有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秘密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爱上空姐 一场空